这则故事是经由我朋友的妹妹的亲身经历 因此接下来我会以她的口吻来转述这则故事 我儿子从小就有灵异体质 好像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时常会说出一些毛骨悚男的话 或是做出一些大人不结的举动 我们家有个后院 除了种植一些花花草草外 天气好时我会把衣服晾在自家的后院 因为家里厕所是长宽型的 因此下雨或天气不好时 我就会把衣服晾在自己家的厕所 但是当我把衣服晾在厕所的那一阵子 我发现我儿子好像会很恐惧去上厕所 总是要忍到终于忍不住 我发现说了好几次 那样的事情发生过不止一次 还有一次 我们全家人去玩住在饭店 他一直告诉我们镜子里面有个叔叔 讲得我们那天饭店也都住得毛毛的 还有一次 我印象也很深刻 那天我自己待在房间里看书 我儿子突然冲上来 趴到我的旁边 问我 你叫我 干嘛 我满脸疑惑的说 我没有叫你啊 我儿子说 有啊 刚刚我跟阿嬷在楼上看电视 你就叫我上来找你啊 我还跟你说 等一下啦 但是你就一直不停的叫 阿嬷还说 你叫得那么急 叫我赶快上来找你啊 没事的话 我要去看蜡笔小新的啦 我儿子说完后 我整个人愣住 后来 我便跟着我儿子下楼 他阿嬷看到我 便对着我说 阿嬷刚刚叫你儿子 叫他这支是要冲什么回来 我听完后 感到全身发凉 之前有时候 我都会觉得我儿子在胡说八道 直到这次 我才真的感觉到有点毛 而且他阿嬷不可能为了下我而帮着我儿子说谎 后来我在想我儿子跟他阿嬷听到的那个模仿我的声音 会不会就是那个躲在厕所里的姐姐 那今天故事就说到这里咯 如果喜欢我的故事可以在右下角按下订阅 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咯 喵 喵